问到那个所谓的载体是什么东西 那答案为什么写的是细菌的子体跟病毒的DNA 你有发现他在写载体的时候 这个载体分子一定是DNA分子 子体是环状DNA 病毒DNA当然是DNA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DNA可以插入DNA 所以当一个DNA他载着你的目标基因 他可以插入另外一个DNA片段 好插进来 只有DNA可以插入DNA 所以载体一定要是DNA 才能让目标基因跟着载体被插入 寄组细胞的DNA 所以载体不能是RNA 不能是蛋白质 一定要是DNA DNA才能插入DNA 所以所有载体的写法都要以DNA为主角 比如子体 子体又不用特别讲DNA 但当你讲病毒的时候 就要特别讲病毒的DNA 因为病毒的蛋白质外口 不会插入到寄组织DNA里 是病毒的DNA才能插入寄组织的DNA 所以你写清楚一点 病毒的DNA会完全可以得分 而不会造成一些失分的可能性 载体一定是DNA 你写病毒吗 好啦 如果你写肢体可以 那另外是写什么 你写病毒 扣一半好吧 0.5分